我是一彤 歡迎回來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全台灣現在藥局林立 但根據這個藥市法規定 每一家藥局都必須要有這個 配備合格的藥師註點 需求量增加的狀況下 現在藥師供不應求了 他們的身價也跟著看賬 最近還傳出說 有連鎖的藥局砸重金來挖腳 他們的月薪不含獎金 藥師上看12萬 甚至還加碼發了12個月的9任獎金 甚至現在藥師還有所謂的簽約金制度 可以只要任職3年就可以發50萬 而簽2年長約就可以給大約40萬塊 看得出來現在藥師搶人大戰已經開打 親自配藥給藥開立處方簽 還要面對各種藥物諮詢 藥師一天工作至少8小時 藥師不但專業需求度高 加上全臺醫院診所藥局到藥妝店 都得配合格藥師註點 需求量大增的情況下 藥師供不應求 像我平均大概聽可能一家醫院 可能缺一二十個藥師的都有 全臺藥局甚至開啟搶人大戰 不少醫院祭出簽約金機制 根據慈濟醫院 在求職網上公告 兩年簽約金達25萬 潮燕醫院兩年20萬 更傳出有醫院藥師任職三年 加發五十萬元獎金 甚至雜重本簽兩年約就給四十萬 醫院會祭出這樣的簽約金 其實行之有年 那只是最近可能因為缺人的狀態 所以可能這樣的簽約金 會有一些些微的幅度的調整 不只醫院簽約綁住藥師 連鎖藥局林立 也以高薪挖角 向新高橋最高月薪上看十二萬元 月師喊出分紅入股 國內藥局龍頭大樹也很阿薩利 加碼發送九任獎金 多功能多專業的一個呈現 就會關係到他的心 從六萬到十二萬元 不只是在藥局裡面提供一些服務 然後也可以希望可以透過一些 不同的媒體管道傳播 其實對健康有助益的一些知識 暈機暈船暈車暈地鐵暈帥哥 出國 展現幽默一面 要是偶爾也得利用專業知識 協助拍攝社群影音 工作內容還越來越多元 畢竟在醫院 診所 幼局 三方搶財下 幼師可說是 身價看漲 華氏金位需的張慧生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氏新聞的YouTube頻道